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0月15日早上9點半 最近因為在忙工作的關係 所以說影片錄製的比較慢喔 那我之前有說我有建一個這個QQ的那個群 所以說在上面的話 Tag我的話應該可以很快找到我 那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Line建群他也可以就是 不用加入好友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連結 進到群裡面 所以我建了一個這個Line的群 大家如果說要找我的話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其實我現在因為那個忙工作的關係 所以說我都還是在掛在線上 那只是說錄影片的話就是時間比較少一點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回到遊戲裡面去喔 遊戲這邊的話呢 現在我們的章魚王是在打第三次 那感謝就是大家的幫忙 然後小兵已經清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魔王 魔王的那個血量有2000多億喔 目前剩2700多億 那如果說是 公會成員 如果說70個人都有在打的話 2700多億的話 一個人的扣打大概是在 40億左右 40億左右 打小兵也是貢獻的 所以說其實不用太計較這個傷害 我們來試試看說我現在這個陣容 然後坦克輔助 跟這個遊俠 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好了 那其實呢因為說我就是每一個都升嘛 所以說 還沒有把一個 一個系 怎麼講一個單一個職業系升滿 然後我的那個戰士是5-3 然後坦克是5-0 遊俠是5-4 然後法師當然是沒有 然後那個 輔助是5-1 那我現在升一個 這個 我再把那個什麼 輔助的這個韌性在 再往上提升一個 好 那這個樣子呢 接下來要升哪一個勒 戰士還是坦克勒 坦克的話想想看喔 坦克我看一下這個可不可以升 這個差一點點喔 坦克我再升一級好了 我生一個這個人血收割者 那把一些多的賣掉 至少可以賣兩個這個不是問題吧 然後遊俠這個這個靈洞之河這個也滿了 賣掉 OK那我升坦克我升一個左下的這一個 冷血收割者 好那這樣坦克也有5-1 這樣子輔助5-2 然後遊俠5-4 坦克5-1 然後戰士5-3 那就來亂打一下吧 抱歉 那打坦克的時候呢 就是敬衛 末日禁衛的時候不要不要自動開大 因為他開大的話 他會影響到那個 怎麼講 偷人家攻擊力防禦力的那一招 就是 那家這種四魂斬擊嗎 我們來看一下 末日 這邊 技能 四魂斬擊 感謝那個併交的那個 怎麼講攻略文 這招四魂斬擊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使用末日禁衛的話 你手動手動不要讓他開大的話放放這一招的這個這個動作流暢度會比較好一點喔 那沒關係我自己我也沒試過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先用坦克加輔助的打法打打看好了 好那坦克加輔助的打法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亂打的 我們看一下 1索爾德 然後末日禁衛 然後雙子 大概只能四個兩場而已 雙子戴萌跟索羅斯 然後就這樣開打吧 戰鬥 然後速度都調 都調最普通 手動放大招這樣子 然後末日不要放大招 好其他都手動放大招 看看這一次打出來傷害如何 目前戰士是五之一這樣子 現在大家是兩層狂亂 到了五層就就就就就沒有了 哇魔龍的血料15104好多喔 狂點狂點 已經有人有三層狂暴了 加油加油加油 15096 15095 現在目前還是三層狂暴 然後利用這個索羅斯的這個補血性質 這個雙子已經 首先叛變了 已經有人四層狂暴了 生意所有的 末日禁衛也還在 OK好結束 這樣打錯傷害多少 8億喔 還是沒有破10億 各時百千萬 10萬百萬 對8億而已 所以傷害量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再換 戰士的 因為其實我的那個生物還沒有算生滿 所以說 這個傷害可能還沒有出來 我們再看看這個 伊索爾德 然後戰士的話 趴趴熊 這個樣子 伊索爾德 然後那個索羅斯 然後趴趴熊 跟羅萬 跟雙子 好這就可以直接開自動了 然後看看這樣子效果是如何 然後這個是5-3的戰士 跟5-2的那個輔助 四層狂亂喔 也是8億喔 還是不能突破 那我現在是這個樣子喔 這個伊索爾德是磚30然後 三件紅家具 然後那個索羅斯也是磚30然後三件紅家具這樣子 剛剛影片斷銷 我覺得後來打的一些傷害啊 再沒有輔助跟一些續航力的下面喔 打出來的傷害都不是很理想 都是大概1億2億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我就把後面的影片解掉 那就是唯一有4億的就是有羅萬在場的 這個算是遊俠隊吧 打出來傷害也是普通的4億左右 所以我打的最好的這兩次就是 這個戰士的組合 羅萬雙子 然後主力是伊索爾德 這樣是8億6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 算是坦克的組合吧 然後伊索爾德 然後那個 末日跟那個什麼 戴蒙然後雙子 當然還是要索羅斯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說不論是你是主遊俠還是主戰士的話 索羅斯都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算你是主遊俠的話 遊俠輔助點完之後 還是可以點一點戰士 讓這個索羅斯上來 那這個團隊遠鎮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來看一下軍團尾業 然後感謝有人提醒喔 就是我們看一下右上角這個概率 我們這次應該是清完第四隻王沒有問題 但是第五隻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現在目前活動時間還有 3天22個小時結束 然後在最後一天會進入這個 這個什麼成績時間嗎 然後就是說這個體力不會再恢復了 那軍團尾業這邊我們看一下概率喔 我之前只有注意到這個稀有的 稀有的這個箱子可以開出來的東西 然後現在 這個三週末的話是菁英的這個戰利品 然後四週末的話就是史詩軍團戰利品 我們看這個概率 概率下面有這個三個這個夜籤 這個之前我沒有注意到 然後稀有的話他是可以開出這些東西 然後菁英的話 就有機率開出英雄 四個種族的英雄 然後售價是1980 1980的話大概是900塊台幣吧 因為我之前我有花450塊 15美金買那個 那個什麼紅磚五箱25個 所以1980就是乘以二嘛 那如果說他跑到世界交易行的話 就是3980 那1800買一隻 普通四個種族的英雄 你不如去買月禮包 而且四種族的這個英雄 現在因為有那個自選英雄 所以就相較之下 就會變得更不需要去買 除了這個半神 惡魔 每個月你頂多花這個 最高金額99.99美金 去課一個 那一般英雄 我覺得是已經不大需要去課了 所以說菁英的話 多的就是這個四種族英雄 然後當然還有這個重駐券 但是重駐券我一直都覺得不需要買 而且他這個才四張 又不是說 自選重駐券 那這個就有價值 但是重駐券是 五選一嘛 因為是六個種族 六個種族就是 半神跟惡魔 然後沒有虛空 然後就這樣四個種族 然後扣掉你 扣掉當時這件裝備本身的這個種族 所以是五選一 所以機率還是蠻低的 你想要 利用這個重駐券 選到自己的那個想要的這個 種族還是要碰一些運氣 然後史詩呢 史詩就有機率出現這個半神跟惡魔 3280的話 價值應該是在 可能是在 快2000塊吧 我們看一下 3280的這個龍焰金價值是多少呢 3280的話 是1500塊 3280龍焰金的話是1500塊 那還蠻值得的喔 如果說是1500塊買一隻半神跟惡魔角色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划算的 因為目前來講 直接買一隻半神惡魔角色 大概就是普通商船 普通商船的這個月禮包 精選月禮包 但是這個是價值3000塊 可是他有30個占星抽 但是30個占星抽也沒有到1500塊 也不能這樣說啦 30個占星抽再加上6480賺 6480賺等於說是10抽啦 也就是說1500塊買40抽 占星抽 那這個划不划算呢 這個就見仁見智喔 40抽 然後占星抽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一些粉塵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單買1500的話 我覺得你不需要那些資源的話 可能會划算一些 可能會划算一些喔 但是應該搶的人 大光會才會有人搶吧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是有概率出現這個半神的這個精英英雄 跟惡魔的精英英雄喔 然後機率是5% 5% 然後四個種族也一樣會有 然後傳說級的傢俱 傳說級的傢俱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波爾幣的獲得 並沒有說那麼困難 但是掉的這個機率非常高 30% 難怪那個世界在一堆的這個 這個傳說的傢俱喔 但是就算你看到半神惡魔 你的工會沒有人買 你到這個世界拍賣行 說不定也是很快可以賣掉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拍賣行 目前 目前好像都沒有 有一隻佐拉斯 還有奧瑟羅斯 但是因為他這個到世界拍賣行的話 價格變很貴 你要到流拍的話是4天之後 420賀 可能還會有 可能會有大佬客吧 因為他可能就是 每個月買一次的那個扣打 已經用完了 他就直接在這個世界交易行買 所以已經有陸陸續續有很多 有很多這個 半神惡魔的英雄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半神惡魔的英雄 可能會有大佬買 但是這個紅家具應該就比較不會有人買 所以這個 這個交易行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說有關於這個 綁定的這個龍焰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交易 因為我自己有買 自己買自己紅包自己拿 然後我們公會的東西 也有被交易出去幾個 這樣子 有能買 這是韓國的玩家 那綁定龍焰金 他無法使用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你看 他的龍焰金並沒有上鎖 所以綁定的龍焰金 你只能用在這個兌換的這個地方 兌換的 所以說就是 我現在有57個這個綁定龍焰金 不管怎麼樣 能換的東西就是普通抽啊 種族抽啊 然後靈魂石啊 跟一些什麼資源 像這個是 換鑽石 換鑽石 那我覺得 唯一比較有價值的應該 應該還是這個占星抽吧 但是官方如果說已經 把這個鑽石放上去 我覺得就已經算出來這個價值 其實也沒有 因為 一抽是500鑽石 所以說 你有135的話 135大概是250的 1分之1嘛 我們就當作是1分之1好了 你換一個這個占星抽 價值是500鑽 等於是250 那你換10個這個呢 10個這是300鑽 那你不如換占星抽 所以這樣看起來可能就是占星抽 還比較划算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你是小號的話 你是無客人玩家 你在這個 這個有分道紅的這個工會 你拿去換一些肥料 怎麼樣總是多一個管道 但是小工會應該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打王次數比較沒有那麼多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先鋒符 那感謝大家提醒我就是說這個先鋒符有這個更新資訊 因為我這個最近真的是比較忙一些 所以我才說這個開頭後我放一個這個LINE的群組 讓大家找到我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團隊遠征個人獎勵這個發放了 我們這個先鋒符是在第四名 哇有這個980龍眼睛 哇這個差很多 所以說這一次沒有 我們的公會有沒有100名 我覺得現在還在努力中 然後公會獎勵 OK然後也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算什麼雕像 來看一下 這一屆的雕像應該是這個吧 造型稍微有一點不大一樣 這個 混亂之處 S2 S2應該是代表說這個 這個第幾輪吧 這個雕像出現的第幾輪 然後多了這個980的這個 怎麼講這個不是綁定的龍眼睛喔 不是綁定的 所以說這可以在軍團交易行跟這個世界拍賣行上面使用 抱歉 那但是軍團交易行這邊可能時間都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只能在這個世界拍賣行 但是980目前還不能買 但是這個 這個貨幣是可以留到下一次使用的 又有人買了 這麼多紅包 好好好 先鋒符客進來是蠻多的 3個 再開 我覺得這個是跟你買的東西的這個價值 他可能只花384買 所以說這個分到了這個龍眼睛也不會太多 這些都是一些小獎 如果說是比較貴的商品的話 自然分到紅包就會比較多 又是三個 再看 384綁定龍眼睛 綁定龍眼睛喔 這是不是用兌換的 不是很清楚 反正又領到一些這個綁定的 所以我綁定的 我只能我只能夠對 在這個地方兌換 然後這一次前100名的公會 這980我就可以在世界拍賣行跟軍團交易行使用了 好 那我們換一下頭像 設置 然後這個頭像框 不是在這個地方 頭像框在這邊 直接點就好 S2這樣子 只不過就是換一個數字嘛 好像沒有什麼差 而且這邊 真被那個被那個等級給遮住了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被等級給遮住了 沒有這樣看得出來 S2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這個 1.49版 然後我們簡單這個 順一下這個更新的內容 然後下午就更新了 第一個新增英雄羈盼團聚 團聚是誰啊 團聚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戴蒙 可是戴蒙跟尼儒跟女妖嗎 如果說有女妖的話那就不得了了 也不是說不得了 現在大家都已經推到後面 可是對新手來說那就不得了了 因為新手的話 新手的話就是 女妖基本上新手致遠征 大概是大概是還是不會變的嘛 所以女妖如果說增加這個加成也是不錯 那戴蒙的話我覺得 我會把他設在這個新手心願清單 所以說一開始使用戴蒙 在推亡靈塔的話應該是蠻好用的 好 那情形探險副門這個基本上都有 然後上一次也有錄了這個 這一次的情形探險 然後 坦克職業專屬神器 磐石之善 這個是蠻特別的 這是坦克專用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會有減傷的效果 我猜啦 可能會有減傷的效果 坦克職業的話 裝這個這個神器的話 照理說不可能是增加這個什麼什麼角色的傷害力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跟減傷有關係喔 但是他要過到27-60 好所以說新手村的話27-60大家努力一下 時光之天新增玩法 主神四列 然後這個通過之後可以獲得這個 坦克的專屬神器 好然後這個主神四列復本 命運困祭這個之前我們也錄過 然後要過關之後就可以解鎖這個主神四列復本 然後奇蹟漫遊復本 雙襲冰原 這個也是之前錄過 所以說這一次更新完之後應該會有很多 東西可以 應該說很多作業要做了 好那一屆旅店之前說就是 他會把那個 專屬的這個傳說家具給搶過來 然後這功能 官方應該是有聽到很多玩家抱怨 然後這邊是有做一些調整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其他我覺得還好 好那這個 最令人值得注意的這個英雄調整跟優化 這一次看一看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都是修正一些東西 並沒有說影響太多東西 什麼安丹德拉 安丹德拉不管怎麼修 我想大家都不會有意見 因為使用的人還是不要那麼多 那帶萌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還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不會影響太多 那埃隆這個是皮膚的這個特效 所以說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好所以1.49版最主要的就是看一下羈絆還有這個新神器 大概是怎麼樣 以及這個新神器相對應的這個主神失戀的這個玩法 所以我覺得這改版並沒有太多東西 主要都是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神器吧 那我覺得 對這個目前 已經習慣的打法 職業的配置 都不會影響太多 那我們就下午5點鐘的時候 然後再來錄這一次 1.49版 1.49版改版的這個內容吧 然後後來他這邊還記了一個這個什麼補充說明喔 不過應該是還好 重點就是在 27-60 然後 奇境漫遊命運困境 這個要打完這樣子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結束 字幕志愿者 結束